下班后 白天刚见过的美艳少妇 拦住了我 向我深情表白 我不过一个厨师 满身油污赚钱也不多 只当做个笑话 谁知道她今日日来店里读我 君哥 你不同意 今天我就不走了 我诧异 可你不是有男人 正在哺乳期吗 眼前的女人名叫柳如烟 人如其名 她的身上总是带着一股 若有若无的香气 不过出于职业特性 我的鼻子淋得很 哪怕是在飘着饭菜香气的饭馆 我也能分辨出 她身上那股香气里头 有奶水的味道 再看柳如烟上身的紧身T恤 把她的线条衬托得更加 玲珑有致 上头印着的卡通小熊图案 都被顶成了熊壮的大熊 就算我想不注意 也很难将视线 从她高耸的胸脯上离开 柳如烟是标准的美人 虽然已经生育过 但她生着一张瓜子小脸 脸型流畅 眼睛大 嘴唇小巧 跟那些乱七八糟 加了滤镜的视频软件上 看到的漂亮女人可不一样 柳如烟是真的 活生生站在我眼前的大美女 我一个厨师 身上经常是脏兮兮的 站在她面前都怕弄脏了她 再说了 这么好看的女人 她的男人肯定会把她看得紧紧的 美色虽幼人 我可不想染上一身骚 点破这一点 是想劝退她 让她不要再到店里来找我 没想到柳如烟脸色一红 依旧凑上来 君哥 我没有男人 说完这一句话 她眼圈发红 这么漂亮的女人流眼泪 怪让人心疼的 再说刚下班 还在饭店门口 待会儿要是让同事看到了 指不定会编排我什么 我只好拉着她的手臂 到了边上一家奶茶店 暂时坐下 你是有什么困难吗 柳如烟眼睛红得更加厉害 她告诉我 之前不懂事 跟男朋友同居后 有了个孩子 但是孩子早产身体弱 在医院保温室住了几天 没能抢就回来 我看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好心为她点了一杯奶茶 那你男朋友呢 柳如烟抹了把眼泪 咬牙切齿 那个男人一看孩子住院 要花一大笔钱 就跑了压根不管我 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 还被房东赶了出来 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还真是身世可怜 柳如烟抬起头 小心翼翼问我 能不能帮帮她 我有些犹豫 不知道她怎么会选中了我 因为家里穷 打光棍到三十多 我都没有娶上媳妇 直到跑到县城 投奔亲戚开的这家饭店打工 饭店生意不错 连带着我这个厨师的工资 也算是水涨船高 可毕竟只是个小饭馆的厨子 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 我省吃俭用 慢慢攒着钱 到现在为止也没多少 这些都是用来以后娶媳妇的 我实在是没有余力去做善事 柳如烟看出了我的犹豫 红着脸说道 君哥 没关系的 我喜欢你 所以才愿意跟着你 她说不需要一个名分 愿意帮我洗衣整理家务 只要给她一口饭吃 全当做是两个人搭伙过日子 如果有一天我想逃老婆 她就自行消失 柳如烟长得这么好看 听起来也是会干活手脚麻利的 能找个知冷知热的女人暖被窝 还不需要负责任 对我来说百利无一害的好事 我心动了 握住她细嫩柔滑的小手 好 跟我回家吧 二 柳如烟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能干许多 到我那个破旧的出租房第一天 立马勤勤恳恳地收拾起来 刚好今天轮到我休假 我坐在沙发上 看着她忙前忙后地收拾 从厕所到厨房 再到客厅阳台 地上的陈年屋渍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地面能照出人影来 这家里还是得定期清理垃圾 不然等到了夏天 容易生虫子 角落里堆起一袋袋垃圾 柳如烟说着就要往卧室里钻 我站起身 懒过她的腰身 虽说是生过孩子的 可她这腰身纤细 恢复得当真是不错 腰间软肉色缩了下 我看着她被热其争的泛红的脸 有些星园一麻起来 房间里是我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 干净得很 不用麻烦你了 柳如烟轻笑 胳膊顺着我的意思搭上脖子 好 那我听君哥的 不过 我能进去参观一下吗 都是成年人 搭伙过日子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都心知肚明 气氛渐渐暧昧起来 柳如烟低下了头 两颊布满了红云 我的手下一道饱满的臀上 拖着将人打横抱了起来 当然 卧室一张铁架子搭起来的单人床 两个人实在有些不畅快 我将她放倒在床上 看着她那张翘生生的小脸 心跳都加快了不少 床之嘎之嘎响了半天 直到吃到手 我才回过未来 这下真是壮大运了 居然捡到个这么身材曼妙 脸又生得好看的女人 柳如烟绵软的身体 又贴了上来 在我耳边吐着气 君哥 谢谢你收留我 更妙的是 这个女人一点脾气都没有 什么事情都听我的 我按捺不住 又按着她直奔温柔香 大汗淋漓 回过神来 天色都已经黑了 柳如烟很是听话 拖着疲惫的身体 还说要做饭给我吃 跟着我 别的不敢保证 烧饭 这是我唯一擅长的事情 再说柳如烟一开始对我有好感 也是因为我做饭好吃 对了她的胃口 现在正是投其所好的时候 我一派胸脯 坐着吧 晚饭我烧给你吃 简简单单的三菜一汤 比不上在饭店的时候 烧给客人吃的 但重要的是干净卫生 我盯着柳如烟的反应 怎么样 还合胃口吗 柳如烟脸上出现犹豫 嚼了好一会儿才往下咽 君哥 怎么有点不太一样 那肯定不能一样 我挑了一口 放到嘴里嚼了嚼 确实淡了一点 下次我多放点调料 柳如烟割下筷子 不是调料的问题吧 就是感觉 还是在饭店里的时候好吃 更鲜美些 我心里咯噔一下 柳如烟是店里的老客 口味已经被养掉了 如果是别的不相干的人 也就算了 可她现在多少 也算是我的女人 我提醒她 家里烧得比较干净 以后还是少去外头吃 柳如烟脸上重新挂上笑容 知道了 君哥 以后我只是你做的 家里有女人的第一个晚上 卧室的床太小 实在睡不下两个人 我只好睡在了客厅的沙发 关灯前 柳如烟还送上了一个甜甜的香吻 君哥 委屈你了 有这个稳在 有什么好委屈的 熄了灯 沙发狭窄 翻来覆去许久 我都没有睡着 索性打开手机 看了看账户上的余额 省吃俭用这么久 只攒下了五万 要是讨个黄花大闺女 估摸着连个彩礼钱都不够 我看了看黑漆漆的卧室 要不 跟柳如烟凑合一下 也不是不行 正想的出神 卧室的灯 突然亮了 三 我眉头一皱 警觉起来 毕竟已经不是矛头小伙子了 挨过社会的毒打 对这种突然扑上来 示好的女人 我多少还保持着警惕心 卧室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家里所剩无几的现金 我也早就存到了银行里 柳如烟如果抱着什么歪心思 什么也拿不到 话虽如此 我还是死死盯着卧室方向 看她搞什么鬼 半夜起身 要么就是想上厕所 可我等了半天 并没有人出来 反倒是稀稀苏苏的声音越来越响 老话说的果真没错 越是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 我有些恼火 这不安分的女人 到底想做什么 站起身 直接打开了卧室的门 跟我想象的一样 柳如烟正站在床头 柜子三个抽屉都被拉开 里头的东西散落一地 我冲上前 一把拉住它 往床上一推 你做什么呢 柳如烟倒在床上 一声不吭 好半天才跟回魂一样 眼睛张得大大的 君哥 我 我 我怎么了 说话的声音软软糯糯的 比白天的时候懵懂许多 我掐住他的下巴 仔细打量着 你不知道刚才在干什么 柳如烟正正看着我 大眼睛里满是迷茫 他抬手想揉眼睛 被我拉住 我 我不知道呀 柳如烟嘴角一撇 说得委委屈屈 我拉着他到床头 指了指地上一片狼藉 你翻我的东西做什么 柳如烟吓了一跳 跪到地上就去收拾 我没有 我不是故意的 看他这副乖顺模样 难不成 还是我错怪了他不成 床头放着的 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是我刚进入 亲戚的饭馆工作的时候 他教给我的一些 主要食材配方 我就是靠着这些 从零学起 一步步自学成了 掌勺的厨师 这些配方 外头书店都有的卖 并不是绝密的 真正的好东西 也没有放在家里 我拉他起身 语气温柔了些 柳如烟 你真的不知道 刚才发生了什么 柳如烟咬着嘴唇 摇头 我只是好好的 在床上睡觉 等再有意识 就看到你了 我有些想到了 之前在网上冲浪的时候 好像看到过这种人 睡觉会梦游 半夜里做什么都不奇怪 被吵醒了 又没有半点记忆 估计柳如烟 也是在陌生环境 睡觉不习惯 梦游了 我低下头 想要跟他再确认一下 柳如烟 却甩开了我的手 拖着拖鞋站起身 君哥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也不信任我 没关系的 今天我也算是圆梦啊 他慢慢退下 我给他买的新睡衣 背对着我 穿上了自己那件T恤 等天一亮 我就搬出去 我一愣 可你没有房子住 没有钱也没有工作 柳如烟声音里带着哭腔 我会去想办法 找个包吃住的工作 总之 不麻烦君哥了 这怎么能行 他这么漂亮的年轻女人 又没有男人庇护 还不被别人生吞活泼了 再说今天相处过了 我看着他裸露在外头的雪白肌肤 咽了咽口水 伸手拉住他 逼迫他转过身 不准搬走 就住在我家里 柳如烟还是低着头 闷闷不乐 我一个人待在家里 你又疑神疑鬼的怎么办 他忽然抬头看我 要不 我也去外头工作 我想了想 一个月我只有两天假 他一个人在家里 确实也无聊 好 不过不用去别的地方找 就在我的饭店里上班吧 四 饭店是我的唐伯开的 店里除了唐伯两夫妻和他们的儿子 就只有我一个员工 也就是说 这是纯粹的家族企业 压根不让陌生人进来 不过凭我的面子 柳如烟还是顺利的进饭店 当了一个喜湾女工 唐哥礼节比我大了没两岁 看柳如烟的眼光露骨得很 还好他早就已经结婚了 连女儿都到了打酱油的年纪 加上柳如烟来的第一天 我就暗地里警告过他 这是我的女朋友 让他不要动歪主意 李杰应该不会对柳如烟做什么 唐伯倒是有些高兴 拍着我的肩膀 只说我有出息 咱们这个店里生意越来越好 我早就想招些人手了 可你哥他小心惯了 就是不愿意外人进来 我刚切完洋葱 手上辣乎乎的 心不在焉敷衍了剧 杰哥小心也是正常的 不过为什么嫂子不进来帮忙 唐伯摇头 嫌辛苦呗 要不怎么说 还是小军你能干呢 女朋友长得这么如花似玉的 也甘心进厨房做这些脏活 我看了眼站在洗碗石边上 弯着腰洗着一大堆碗碟的柳如烟 得意起来 确实 我捡到饱了 洗碗的工作 是整个饭店里最辛苦最脏的 我故意让柳如烟干这个重活 可没有想到 这女人真的二话没说 就挽起袖子洗起碗来 而且她洗得比之前唐伯老婆洗得还要干净许多 柳如烟做得让所有人都跳不出毛病 唐伯和她老婆都很是满意 我脸上有光 炒起菜来都有力气不少 下班 柳如烟的胳膊都酸得抬不起来 呆呆坐在洗碗石边上 我有些心疼 拉起她 累吗 要不明天就别来了 柳如烟半个身子都靠在我身上 摇头 不行 我想跟你待在一起 哪怕是洗碗 柳如烟点头 眼中满是坚定 哪怕是洗碗 累了一天 她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打湿 唇角都是水润润的 我忍不住轻了她一口 为什么要跟我待在一起 柳如烟脸红到脖子边 伸手戳我的胸膛 君哥 你还要明知故问 我看着她这副害羞的模样 心中欢喜 这两天下来 我算是相信了 她是真的喜欢我 不然不可能这么苦 这么累的 还肯跟在我身边 第二天到后厨的时候 就连李杰都来劝我 这么娇滴滴的小姑娘 让人家干这么重的活 小心女朋友飞走了 我停下切刀的手 那你觉得 她应该做什么比较好 李杰想了想 让她配菜吧 我把岗位变动的事情 告诉柳如烟 她激动地跳了起来 真的 配菜也挺辛苦的 按照我们这个饭馆的火爆程度 一天下来 得马不停蹄 站着干十几个小时 柳如烟却很是开心 搂住我的脖子 配菜当然好了 能一直待在你的身边呢 柳如烟到了我边上 专心致志地给我打下手 我把之前自学时候的资料 都拿给了她 柳如烟学习的速度很快 配起菜来倒也算是像模像样 甚至有很多时候 都超过了我炒菜的速度 中午课流量最大的时候 我忙得脚不粘地 手不离锅 眼看着就要出锅 边上却一直守着个人 柳如烟 下一道菜弄好了没有 下下道都已经好了 那 你去前厅看看 帮唐伯他们引导下顾客 眼看着柳如烟走开 我才拉开了 橱柜下头的小格子 君哥 前厅有个人说要加个菜 咣当一声 我吓得手一抖 小罐子掉落在地 呜 好巧不巧 罐子咕噜噜正滚到柳如烟的脚边上 就是在手机眼快 也来不及拿过来 我眼睁睁看着他弯腰捡起了罐子 这是什么 调料罢了 我向他伸出手 给我 马上就要用了 柳如烟一句都没有多问 把罐子交到我手上 君哥 前厅除了一个客人要加菜 其他人都安抚住了 倒没有急着催 我没心情应付他 把罐子捏在手心 行了 你到前面去帮忙 这便没有你的事情 确定柳如烟离开后 我才敢松开手 看了眼小罐子 还好是有颜色的塑料罐子 从外头看不出具体是什么东西 说是调味料 倒也没错 我拿着小勺子 从中挖了一小勺 放进了烧开了滚水的锅里 深褐色的粉末立刻消失不见 融化在水里 这是我们饭店里心照不宣的秘密 只需要这么一小点 就能让饭菜的味道好吃百倍千倍 唐博家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饭店 从一开始的门可罗雀 到现在的门庭弱势 靠的就是这一口 按照这个发展趋势下去 再干上一两年 我就能攒下一大笔钱 到时候也不用这么辛苦 再窝在狭小油腻的厨房里 今天生意好 我心情也不错 哼着哥炒完了最后一锅菜 总算没有新的传菜单子 再递过来 柳如烟不知什么时候 又凑到了我身边 他的眼里满是心疼 拿着纸巾擦拭我额头上的汗水 边上李杰吹了声口哨 调笑道 你们还真深爱 男人的战友遇上来 我把柳如烟等在身后 哥 注意着点 我女朋友胆子小 你可别把他给吓坏了 李杰转头离开 柳如烟从身后抱住了我 君哥 你刚才对他说的 女朋友 是真的吗 当然 也算是考察过柳如烟了 这个女人不仅生得好 而且干活好 心眼也是 我估摸着自己很难讨到更好的老婆 在心里已经认定了她 柳如烟眼睛亮晶晶的 靠在我怀里 乖巧动人 我以后会帮你更多的 我抱住她 摇头 不用 你一个女人不用太辛苦 就干现在的活挺好的 柳如烟推开我 低垂着头 有些不高兴 我才不要靠你养着 我也想挣大钱 发挥自己的用处 我想起来柳如烟之前 那个混蛋男朋友 似乎就是嫌弃她在家里 待着不赚钱 才抛弃了她 柳如烟 这是有心理阴影了 我对她更多了一分怜惜 可这饭店里的活 就这些 要想赚大钱 她一个女人 没什么别的办法 除非帮我去 我试探着问道 柳如烟 你是真的想好了 愿意帮我 柳如烟认真点头 当然 我看到你们 都做着大事 可缠得很 我咬牙 拿出了那个小罐子 这几天生意太好 罐中调料 所剩无几 我也没有时间 去外头买 给找个信得过的人 去一趟 帮我去 我正想告诉她买这个东西的地址 余光瞥见有人进来 六 唐伯狠狠瞪了我一眼 从我手中抢走了罐子 小军 这种事情 还是我去做 你让柳如烟 一个姑娘家歇一会儿 不要紧 很明显 唐伯还没有把柳如烟 当做自己人 也不希望我把秘密告诉她 她才是饭店的老板 我果断住了嘴 下班 我拉着柳如烟回家 一路上 她的情绪都十分低落 我讲了很多笑话 都没能哄她开心 从电瓶车下来 我看她还是垂着眼 一脸丧气痒 有些心烦 你白脸色给谁看呢 柳如烟抬头瞥我一眼 我这才发现 她的眼圈都已经红了 心知刚才说的话重了些 我想要道歉 晚了一步 女人的脾气大得很 我看着她三两步上了房间 整理起自己的东西来 又想要走 这次我不惯着她 冷眼看着她收拾完一切 柳如烟咬着唇 还真的毫不留恋地 开了门就往外走 你既然这么防着我 大家都累 也没什么积蓄的必要啊 温馨了没几日的出租房 马上冷清了下来 我躺在单人小床上 第一次觉得这张床空荡荡的 可唐伯的警告也有道理 脑子乱糟糟的 一晚上都没怎么睡好 第二天到饭店上班的时候 我的眼下一圈青子 走进厨房 我竟然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柳如烟 你还在这里上班 从我家里搬出去 可她怎么还跟个没事人一样的 出现在了饭店里 更令我困惑的是 李洁从我身后走上来 很自然地伸手搂住了她 困意完全消失 怒火冲上头 我大叫一声冲了上去 你给我把我松开 她是我的女人 李洁一手拦住我 寸步不让 谁说她是你的女人 柳如烟可告诉我 昨天晚上你们就已经分手了 我气红了眼睛 可是李洁比我高又比我壮 我打不过她 只好大叫柳如烟的名字 柳如烟 你昨晚上只是跟我生气闹别扭 我们没有分手是不是 柳如烟转过身 一晚上没有见 她依旧跟之前一样美艳动人 想来昨天晚上睡不着的 只有我一个人 柳如烟竟然躲到了李洁的身后 我跟你在昨天晚上都已经说清楚了 我们的关系结束了 我笑出声来 你跟我分手 跟这个有福之夫勾搭在一起 李洁推开我 李军 你别胡说八道 我离会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只是还没有跟你们说而已 柳如烟怯生生望着她 杰哥 你答应过我 会帮我的 乱套了 我大脑当机 一晚上功夫 好好的女朋友告吹 还转头跟我的堂哥混在了一起 更为可气的是 我看到了倚靠在门框边上的唐伯 一脸看戏的样子 我看向他 唐伯 你也知情 你知识自己儿子跟我强女朋友 唐伯脸色变幻莫测 最后还是站在了自己儿子这一边 小军 你们毕竟没有结婚 而且又已经分手了 我儿子能交往到这么好的姑娘 是他自己的本事 你也不要怨天尤人的 我总算反应过来 昨天唐伯警告我 不让我把饭店的秘密 告诉柳如烟 就是为了离间我们两个 我太听她的话 反倒是伤了柳如烟的心 才让李杰有机会趁虚而入 不过 他们这个饭店里 只有我这么一个厨师 没了我 短时间里 也很难找到一个 新的值得信任的人 我忍下怒气 换了张笑脸 好唐伯 你是看着我长大的长辈 又给了我一口饭吃 我都听你的 李杰松了手 走到我身边 这才对嘛 我们毕竟是一家人 打断骨头 还连着筋 没有必要因为这种小事情 就闹脾气 我冷漠点头 哥 你说的对 随后也不再看柳如烟一眼 专心致志地 做好自己的工作 柳如烟依旧在我身边打下手 可这次 没有人再为我擦汗 围着我斗去解闷 好像一夜之间 她对我的所有感情都消失了 我心里堵得慌 又不死心 她应该还是喜欢我的 否则不会留在饭馆里 跟李杰在一起 肯定是为了刺激我 趁着他们都在外头的时候 我悄悄走进她身边 握住了她的小臂 对不起 昨天的事情都是我不对 柳如烟果真一愣 偏开了视线 君哥 你没有什么做得不对的 我察觉到她的神情松动 继续努力 不是的 昨天是李杰他们 不让我把店里的秘密告诉你 实际上 我早就把你当做了亲人 我指了指 已经用的见底的罐子 秘密就是这个 七 没想到柳如烟目不斜视 并不相信 君哥 你不用拿话来骗我 李杰抢我的女朋友在先 我也不用再帮他们遮掩什么 索性把一切都告诉了她 你如果还是不信 今天下班以后 跟我走 也不知道柳如烟用什么办法 暂且忽悠住了李杰 我走到电瓶车旁边的时候 柳如烟已经待在边上 她的眼睛圆溜溜的 伸出一根手指 君哥 我再相信你一次 失去了才知道宝贵 还能争取到一次机会 我已经喜出望外 拉着她上车 扬长而去 成交一栋破旧民房 之前的调料都是在这里买的 我拉着柳如烟的手穿过展相 她皱了皱鼻子 这是什么味道 微微清香 我这个厨师的鼻子更灵 早已闻习惯了 我怕她身体虚弱 闻多了不好 拿出一个口罩让她戴上 越往里走 巷子越黑 柳如烟有些害怕 半靠在我身上 君哥 这里真的是正常买卖东西的地方吗 我感受到她对我的依赖 心情好了不少 到确实也不是正经地方 都到了这里 告诉她也没有关系 我告诉她 这个东西加在饭菜里 能够提鲜 不过这不是最大的功效 最厉害的是 她能够让吃过的顾客上瘾 真的假的 调味料能有这个作用 我摇头 这不是能用的调味料 不过你也不要问这么多 反正都是做给顾客吃的才嫁 我们吃的时候不嫁 柳如烟拉住我 皱起眉 为什么 我们不能吃吗 这傻女人 我奈着性子解释道 影响人健康 所以别吃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柳如烟的声音突然平静许多 那我之前常常到店里吃你炒的菜里 是不是都放了这个特殊的调味料 那还真是这样 否则柳如烟也不可能喜欢上我 说起来 这调味品还是错合我们两个的媒人 我没有再多说什么 只是提醒她 快到地方了 咱们今天买的少 低调一点 少说话 三楼 穿过破旧的走廊 就是我们常买调料瓶的地方 我举起手指头 轻轻扣了三下 很快有人来开门 矮小的男人姓金 我们都叫她老金 怎么还带着个女人 这地方不是老主顾 根本没有办法进来 我有意让柳如烟也加入进来 大方指引了下 这是我的女朋友 也在饭店做事 老金这才放我们进去 我拽紧柳如烟的手 告诉她别乱看 省得惹老金生气 她很是乖顺 一声不吭 全看着我们完成交易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换回来的满满一罐子 我让柳如烟捧着 等出了门 我很快感觉到 柳如烟对我的态度 又恢复了许多 怎么样 君哥没有骗你吧 这可是把饭店里 最核心的机密 都告诉你了 柳如烟摸着罐子 笑道 还是君哥对我好 我抱住他 那咱们是不是可以复合了 他仰头看我 我在你们两兄弟间 反复跳来跳去的 还怎么在店里混啊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李洁对他有企图 现在离了婚 更是没了束缚 不能再让他去店里上班了 不然不是把肉 放到狼身边吗 我骑车载着柳如烟回家 让他以后都别去店里了 罐子里的存活不少 等这些全部用完了 我也不干了 带着柳如烟回老家 也能生活得很好 我跟柳如烟说了计划 他很开心 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事而复得 我比第一天还兴奋 拉着他折腾了不少时间 第二天 又顶着乌黑眼圈上班 不过这次 柳如烟被我安排在家里 李洁看到我 气急败坏上来揪住我的衣襟 你把柳如烟弄到哪里去了 我从兜里掏出辞职信 甩到他脸上 李洁傻眼 可拿我半点办法都没有 他们这家店都是靠我 还有那罐子调味料生存的 炒得最激烈的时候 唐伯出来拉架 好了 两兄弟为了个女人炒翻天 有没有出息 赶紧干活 李洁被他拉去了前厅招呼客人 我待在厨房 刚拿起炒锅 外头突然传来噼里啪啦的声响 不好了 外头有客人捣乱 在砸店 爸 我放下锅 冲到了前厅 饭店已经在这个地方开了几个月 从来都只有络绎不绝的回头客 还没有来砸场子的 外头鸡飞狗跳 碎碗碎玻璃的建了一地 我抓住想要逃跑的李洁 这是什么情况 报警了吗 他的鼻子下挂着血迹 似乎是刚被人揍了一拳 报警 你不想活了 我心中一警 怕不是调味料的秘密被发现了 可这是我们店里的最高机密 从来都不告诉外人的 这群顾客更是个个吃得上瘾 怎么会突然知道了这些 来不及思考 李洁已经正脱开 一溜烟跑出了店门 唐伯和他老婆被打得鼻青脸肿 看到我过来跟抓到了救命稻草 对 他是厨子 菜都是他烧的 你们要问的事情应该找他 其他的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很快反应过来 事情败露了 他们这是泄沫杀驴 想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我身上 这群顾客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头 各个都是绑大妖元的壮汉 我迅速选择了装傻 我只是个打工的 我也什么都不知道 没什么用 失火躲不过 一个壮汉抓住我 拎到饭桌前 逼着我看着那碗炒得油光光的绿色叶子菜 大厨 解释一下 这碗普通的炒青菜 为什么会这么好吃 我硬着头皮 是我们店里的独门秘方 这是每个饭店都有的 吃饭用的家伙 不好告诉别人吧 那壮汉冷笑一声 硬生生把我按住 好 那大厨你自己吃吧 有人按住我肩膀 有人强行掐住我的下巴掰开 壮汉用手抓起一大盆菜 往我嘴里塞了进来 嗨嗨 我腔的眼泪鼻涕直流 陷入了深深的恐惧 一阵反胃 硬是挣扎着呕吐出来 不能吃 这东西会损伤身体 我怎么能吃 恍惚间 我只听到那些人气愤的声音 看到了吧 这饭店里工作的人 宁可挨打都不愿意吃自己烧的饭菜 能是什么好东西 对 看来那篇匿名爆料里头说的没有错 这家饭店的饭菜就是有问题 报警 不 告诉监管部门 有人拉起我 我知道一切都完了 任凭他们冲进了厨房 好一通乱搜 唐伯和他老婆跟我一起蹲在角落里 小声商讨着 还好 那东西刚刚用完了 还没有来得及补货 待会儿只要我们说的一样 就咬定我们也不知道这调味料是什么 就不会有事 我摇头 晚了 昨天刚刚去补过货 而且 是跟柳如烟一起 就 事到如今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看到跟在警察后头的柳如烟时 我一点惊讶都没有 还是那张漂亮人畜无害的脸 只是看着我的时候 眼中只剩下愤怒 是他 不过他们几个都是知情人 明知道那个调味是国家禁止人实用的 为了生意赚钱依旧大计量投放 逃走的李杰也被抓了回来 盯着柳如烟破口大骂 我们两兄弟哪个地方对不住你了 你不仅挖断我们的财路 还想让我们去坐牢 唐伯更是气得差点被过气去 原来是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 当初你凑上来 说什么会好好照顾我儿子的 我才做主让你进店里 给了你一口饭吃 你 你竟然背叛 啪 当着警察的面 他一个巴掌扇在唐伯脸上 大家都被震住了 警察轻咳一声拦住他 警告他不能再有过激行为 柳如烟神情痛哭 捂着脸失声痛哭起来 唐伯一家人骂骂咧咧 挨了几次警告过后 才老是被带上了警车 车里我看到了老金 彻底死心 老巢也被端了 没什么可以狡辩的余地 涉嫌故意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 我和唐伯一家子 督上了法庭 在审判席上 我又看到了柳如烟 他换上了宽松的运动衫 戴着顶压舌帽 小脸隐在一片阴影中 这打扮跟之前的完全不同 我依稀记起来了什么 几个月以前 唐伯的饭店刚开没多久 店里并没有什么顾客 只有住在附近的几个居民 会经常光顾 那几个常客 我都看眼熟了 那天 唐伯将那的小罐子 交到我手里 告诉了我调味料的秘密 于是我学会了 在炒菜的时候放上一点 店里的生意才慢慢好起来 我每天都泡在了后厨 自然也就没有功夫 关注新来的顾客 我彻底想起来了 柳如烟 就是最早的时候 每天都在我们店里 吃饭的客人 穿着宽松的罩衫 应该是他怀孕的时候 我情绪激动起来 却听到柳如烟 正在愤怒地控诉 他怀孕后 无人照顾又不愿意开火 时常到我们的饭馆里吃饭 一日三餐里 都加了过量的非法调料 导致他早产的孩子 不幸夭折 柳如烟眼睛通红 我的孩子还这么小 医生说 他原本是有几率存活下来的 又因为母乳也不打标 无从狡辩 法锤落桌 因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我们四个人 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被移送监狱的时候 我等了许久 都没有看到柳如烟 耳边只有李杰的讥讽 你还想着那个臭娘们呢 她从一开始接近你 就是想查她孩子的事情 没安什么好心 我垂下头 只有自己知道 事情一开始不是这样的 饭店初开张 我也是刚开始炒菜 对待每一个顾客 都用足了心思 唐伯一个劲催我 往菜里加料 我胆子小 一开始并没有真的加 柳如烟在那个时候 就喜欢上吃我做的菜 我们本该有个不同的开始 可惜 这一切都被贪念毁了 后悔已经来不及 我最后看了眼外头的天空 进了监狱大门 全文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pleas NotWGo